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x加2y的x 加上x的三次方 dy 我们这样吧 行啊 行啊 就这样 那么我就告诉大家 我的l是谁 是一个半径唯一的圆 这一块 这个当然叫a 你给我算吧 像这个怎么算呢 大家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动作是p 等于x加2y q是x的三次方 也就是我们特等到是减踏pk5 然后紧随之后 它是q 比它是x 是3x的平方 它是p比它是y 是r 没问题啊 所以紧接在下面第二个 a 是lx加2y的x 加上x的三次方 dy 我们看一看 用格林公司 哎呦 不放密 不放密不就是了 所以结果就一偷懒了啊 就去l 加v 这减去v 这就是d 所以第三步 请看 圈 l 加v 大家就检查什么 哎 这个区域是什么 这个区域是d 是单连通还是多连通 单连通 边界是历史针还是顺势针 历史针 哎呦 真好啊 结果呢是 3x的平方 减2第四个毛 结果就是 3倍的d x平方第四个毛 减去2倍的 给我听清楚 2t区 2t区以后 b级函数是1 就是我们这个区域的面积 大家告诉我 半径是1的圆 整个面积是排 一半 二分之排 现在关键是这个 这个的话 大家告诉我 令 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一条线是谁啊 是x方 加y方 等于2x 这个圆啊 它的方程是x方 加y方 等于2x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做脊柱不要变换 x等于 r酷三色 y等于 r三色 要把这个θ的范围 二重积分 二重积分谈不上方向 大家听清楚 二重积分我们不谈方向啊 这个曲线积分才谈方向了 二重积分不谈 我们的角度的范围是多少 最小是0 最大是r分之排 下面就是r 大家告诉我 从原点出发 寒穿这个曲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一段 0 小一的r 小一的 那么外面这个长度 要算了 要算我这二重积分部分 曾经讲过 就是这个里面 把变换带进去 左边是r平方 右边是r 约带一个r 这样一来以后 我就可以继续 曲 L叫V 等于什么呢 像这个的话 三倍的 0到2分之百 dc 然后是0 到2倍的cosc 他要告诉我 x的平方 是r的三次方 cosc的平方 第二 第二 接牌 算啊 结果呢 大家帮我瞧一瞧 给我可算 或者我再多写一步 三倍的 0到2分之百 是 是cosc的平方 是0到2倍的cosc的 是r的三次方 第二 减排 结果呢 结果呢 大家给我可算 r的三次方 圆寒数是 四分之r的四次方 也就 这万一要四次方 这也出于四 一个四倍的出去 结果就变成12 后面还有一个 扩散 是他的四次方 出来六次方 减排 所以他的结果是多少 是12 乘以r的六 是六分之五 乘以四分之三 乘以二分之一 乘以二分之百 减排 大家可以算什么 这个十二 跟这个六 跟这个二 是可以约掉的 结果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 八分之十五排 减去排 八分之十五排 减去排 应该是八分之 七排 算好了 别急 还要算一下v 所以你看到 我们这个讲 是很扎实的 自处阶段 不需要做到面面指导 有一些东西比较麻烦的 我们完全可以 放到强化去讲 这个时候 大家帮我瞧一瞧 5位 是属于 y等于0 直角足标 表达方式 就是y等于0 10点 x是0 中点 x等于2 0到2 我问大家把这个里面 x还是x吧 把y用0的 结果就是x 加上2乘0 dx 大家不要忘记了后面肯定是个0 dy嘛 结果就是x 在0到2 上来几分 2分之x 2分之4 等于2 所以我告诉大家 原始 就应该是 八分之七排 减2 我相信大家懂了 常规的使用格林公司 懂了 那 Genic 听听听听说 例题3 切 L x y dx 减去xd tycker 除以 x方 bess 所以你帮我算一下 这一个曲线级分 大家拿着一个例码 就是老赛格林 你这个太武断了 不是这么弄的 下面请看 我们 L为 物 物的 正向的曲线 我是一条B曲线 正向就是历史线 而且不经过原点 像这种题目 做完了大家就对格林 有一个新的认识了 第一个动作干什么 PQ P 是负的X 除以X方加Y方 Q 是Y 除以X方 加Y 然后你去算两个片脑 我说过了 如果PQ有问题的话 柯林公司都用不起来 所以你实验必须检查PQ 他写Q比他写X 是分母的平方 Q这个 P P这个地方错了 P这张我写错了 P应该是Y 写错了 P是X方加Y方分之Y Q 是负的 X方加Y方分之X 写错了 大家听听说PQ一定要对清楚 P是谁 是DX前面的 Q是DY前面的 不能对出 所以这个Q对X求偏脑 符号方外面 分母的平方 分子对X求偏脑 分母做写 减去分子做写 分母对X求偏脑 是RX平方 RX 结果是X方 加Y方 括号方 大家帮我看看 这个是减去RX方 是Y方减去X方 前面一个负号 最终的结果是X方 减Y方 还有一个是 他是P比他是Y 对Y求偏脑 是分母的平方 分子对Y求偏脑 成一分母 减去分子Y这些 成一分母对Y求偏脑 200 结果是X方 交Y方 括号方 分子X方 减Y方 大家见到什么了 见到了 他是Q 比他是X 跟他是P 比他是Y 竟然很累 不过 大家看表达师 有一个点是有问题的 坐标原点 有没有看到 坐标原点 这个PQ PQ连定日都没有 那个偏倒数那就荒唐了 人家连定日都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东西 你这两个很冷 请不要带上我坐标原点 坐标原点的话 连定日都没有 那个偏倒数就荒唐了 是不是 没有定日的话 偏倒数更不可能 所以说 这两个偏倒数相等 一定是不包含原点在其中 所以紧接着我第二步 我就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是这个情况 原点不在里面 对不对 压根就没有全到里面去 那太好了 那这个时候说明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我没有必要担心啊 你原点都不在里面 那啥事都没有啊 哥林公司那么的用 拥抱 什么时间 历史时间 悲截寒数整个就是零 为什么 两个偏倒数很等 所以两个偏倒数将相见 很等于零 那就是零 第一种情况 超级简单 人家就是个零 你别抽心了 第二种情况 是这样的情况 完蛋了 把注标原点拨进来了 这个时候我果断的告诉你 哥林公司别用了 甚至有些人还说老师 就一个点了 你别认真了 一个点都不行 用不上 他必须要求 任何一个点都不能有问题 有一个点都不行 那有一个人说老师 这个时候怎么办 挖 我们总要想个办法吧 挖什么 看方模 方模是x翻 叫y翻 挖圆 哦 把一个人 这个地方我有三点需要说明 第一点 这就是 你要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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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你 再 你 说明 你 我 的 比较 太大 第三个 你 你 有的人说 老师里面要顺势人 我就是你 这个时候 你就会把这个区域 切成两块 外面这个混状的叫第一 里面这个叫第二 你们大家能不能告诉我 哪一个区域可以使用格林 第一 第二是不能用的 能用的就不要挖了 你挖的原因就是不能用 所以应该说第一是可以使用格林的 紧随其和我的下面就是 怎么做呢 第一的话我就要问了 你单年了还是多年了 毫无疑问第一是一个多年通 大家听清楚 格林公司我们是部分单年通 多年通都可以使用 所以第一是个多年通 对多年通去 它这个边界 我们就要求正方向 什么意思 外边界是历史真 没错 人家内边界要求顺史真 而你规定的是历史真 这没有问题啊 是L加L0伏 表达是不写了 这就可以了嘛 外边界历史真 内边界顺史真 不就行了嘛 结果就得于D值呢 第一 第四个嘛 背景函数是直 是0 它的背景函数是0 因为两个片老鼠相等啊 在这个环里面片老鼠是很冷的 在0这个地方有问题 其余地方都没问题 结果是0 这样一类以后可以得到什么 左边可以拆成两勾 可以推出圈L 是YDX 减去XDY 比上X方 加Y方 大家都这个拆下来以后 L0伏 这个符号可以放前面 L0 是YDX 减去XDY 比上X方 加Y方 应该等于0是不是 我不是 我等于 一个项目就行了嘛 这样一来以后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就转移模担 我们在讲数学的时候 一直提上一个观点 什么观点 就是这个转移矛盾 太重要了 太重要 你这个转移矛盾一定要重要 这个时候L上的积分 就转化成L0上的积分 L0上面有什么优势啊 有这个优势 X方叫Y方 等于R方 大家知不知道我说过 曲线移分有个特点 能对你就对嘛 所以这个时候L0这个上面 这个分母 可以立马把它换掉 变成R方 分之一 然后这个圈 然后这个圈啊 圈L0 YDX 减去XDY 所以你看到 我们讲的很细很慢了 换 曲线积分 能换就换 结果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一个可没有分母啊 P是Y Q是负X 偏导出什么问题没有啊 所以这个时候 能不能用格林 来 这万一啊 可不可以使用格林 可以 L0 对哪个使用格林 第二 因为新的PQ没有问题的啊 所以这个时候 什么年龙 单年龙 什么时针 你是人 所以结果直接就是第二 Q对X的偏导出是值 是负1 P对Y的偏导出是值 1 负1-1 负2 第四个目 结果等于负的 R平方分之R 乘以 2 重积分的负极 函数是1的话 就是这个区域的面积 是P A R番 最终的结果是 负2P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题目 值得大家 仔细的去分析 去消化些手 好了 好了 好 好 好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